妆容推荐机 美妆定制仪 AR发色魔镜 在第三届上海进博会上 众多人工智能的美妆新科技一一亮相 吸人眼球 在一款妆容推荐机前 记者看到机器正在通过摄影扫描分析人的五官长相 自动为其定制合适的妆容 进行口红 眼影的四号配对 未来民众不需要在妆柜试妆 就能快速挑选西仪的美妆产品 它可以直接去扫描你的脸部 就是做一些AI的监测 去扫描你的脸部 眼睛大小 还有你的一些肤色 然后去推荐你最适合的妆容 因为这是我们欧莱雅家自己的一个美妆科技 一些色号和产品都可以直接去对应的 然后你就不用说再去柜台试妆去找到这肯妆容 那其实就是非常的干净卫生 那也其实很符合我们现在疫情时代的刚需 在展柜的另一边 一款亚洲首发的家用定制美妆护肤产品 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的注意 据工作人员介绍 人们可先在手机APP上选择喜欢的口红颜色 随后定制美妆仪就会根据所选颜色 按比例自动调配出相应色号 此外还会根据肤质来智能调配出 专层的定制护肤品 是有三个管心 那么这三个管心是三种不同的原色 那么消费者在选择了想要的颜色以后 这个APP中的算法就会控制这个产品 去精确的配比 那么可以精确到0.05毫升 多种颜色组合可以选择 那么可以配置出将近上千种不同的颜色 能满足消费者多样化 个性化的需求 此外人们在染发时 只能依靠发色卡选择颜色的时代 即将过去 在本届进博会上 AR发色魔镜 可让人们对着镜子自由选择发色 Tony老师只需根据相应色号 进行发膏调配 染发效果更加精准 那也就是说消费者可以在系统里面 通过我们的一个就是专业的推荐 在未染之前先所见即所得嘛 先看到这个颜色 然后比较有心理的预期以后再去染 然后这个呢 里面有100多种颜色 是根据不同的色系 以及消费者的一个个人的性格 以及它肤色去倒推出它适合的颜色的 下面就是一条条那个染膏的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色号 所以所有系统里的颜色 都是我们现实就是沙龙里有的这些工具色 你只要去到沙龙 就可以染出这样对应的颜色 看了这么多美妆高科技 您有没有心动呢 人工智能已进居美妆界 相信在不久的未来 这些产品将走进亲家万户 为人们提供专属的AI美妆一条龙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